《道通天地》頻道 歡迎大家 我們的《打坐門》系列繼續有唐師傅過 師傅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師傅 我們的節目裏面 我們的小練習 有些觀眾留言說 我們做完小練習之後 覺得人整個都放鬆了 其實現在在疫情或者經濟環境 壓力這麼大的情況下 觀眾可以和我們一起都有一種感覺 放鬆了的感覺真的很難得 很有意義的 還有我們在第一集的時候 都跟大家分享過 這種的打坐或者叫正坐 絕對不是道家獨有的一個功夫 所以大家都可以撇除這個宗教的一個框框 大家都可以每天嘗試花一些時間 去給自己的心靜下來 還有如果各位觀眾對於打坐有什麼疑問 或者想請教唐師傅 不妨可以留言給我們 又或者電郵或者WhatsApp給我們 唐師傅都會盡量解答大家的 師傅 我們要打坐就要找一個靜的環境 然後就好像你上一集跟我們所說 要怎麼去調適 要學習 怎麼去練習那個腹式呼吸 這些都可以在技巧上面自己慢慢去練習 但是有件事真的很難的 就是我們的心 有時候就算你一個很靜的環境也好 做到一個呼吸也好 你的心也靜不到 很難這樣去打坐 其實怎麼可以靜下來呢? 這個真的很艱難 需要大家有恆心 毅力 有個目標 有個追求 希望自己身心慷態 這樣才可以的 就不是說立刻坐下來就靜到 反而相反 你不坐下來就沒有那麼多事情想的 一坐下來就有很多事情想的 就是從生活小節 工作 丈夫兒女 太太 家人等等 哇 車輪轉在你的眼前 就好像放頭影片那樣 這個就是初入門的一個難關來的 你都有辦法去應對的 如果你說坐下來 你也靜不到 越坐下來就越多事情想 想到就天麻行空了 我們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這個適應適合一般正常人 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去做 道家有一個專有名詞 就叫做一念代萬念 就是你要想 叫你停 你停不了了 因為你強行叫 不要想了 不要想了 那越嬌越壞啊 那寧願又怎樣呢 就是這麼多蠟雜的東西 我就用這個念 那當然那個念頭不可以是活動性 有持續性 比如想想這個宇宙啊 星空啊 就是靜態的一些環境 或者一個 你自己很喜歡 曾經去過的一個風景點 也行 就是用一個想法而已 就把其它的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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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淡化了 那久而久之呢 就相對的就容易整 就容易整啦 相對的 這個方法 但還是要練習的 沒有規定你一定要想什麼 只不過大部分人的經驗 有什麼靜態、廣闊、青山、綠水、宇宙、太空 那些根本你一想 那些是靜的態度 所以就容易去掌握 千萬不要想什麼 老闆的面子、子女的玩 那些就有持續性動態 那樣子就很安靜 這個就對付你一坐下來 很多事情想的一種方法 都挺好用的 大家可以試試 這個就是我們上一集都提過的名詞 調心最最最初階的一個做法 就是想一個自己很舒服的 或者曾經看到很漂亮的 自己很安靜的畫面 還有沒有一些深一點的 或者再進階一點的方法 今天呢? 有的 譬如我們很出名的叫做掃色 好像睡不著掃眠樣子 不過你就掃呼吸 但是掃呼吸就有一個要求的 首先要求是眼觀鼻 因為我們閉上眼睛 在裡面內視 眼觀鼻、鼻觀心 要下心觀丹田 然後就去到丹田 現在一個神色定在丹田 一邊休息 然後就好像用丹田去呼吸 一呼一吸 慢慢呼慢慢吸 一邊掃 一邊掃 那你掃到亂了 這樣就靜了 那你不掃了 停了就不要緊 不需要這麼刻意 那掃的時候呢 又遺免緊張 很容易緊張的嘛 就要放鬆一下 調一下會不會的姿勢會不舒服啊 這樣就調一下它 是不是 那當做這個的時候呢 如果你還未能夠這麼順利 去自然地覆悉呼吸 你就自然呼吸可以了 不過呢 將二臉等在丹田 好像丹田就變成鼻歌 這樣呼吸 呼吸 這樣自己慢慢數 你數一 二 三 四又可以 沒有所謂的 不需要因為那個數字 我要記得的 所以我要清醒的 那就變成一種紋亂了 所以要留意 放鬆 眼觀鼻 鼻觀心 心觀丹田 然後我們的神放在丹田 慢慢呼吸 一 二 三 四 慢慢 記住我們那個 不是那個數字是我們的追求 不過你想它由亂歸正才有這個過程 這個是一個比較深的方法 但是譬如我們真的去數的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的感覺是覺得已經夠了 可以停了 不需要數了 真的可以入個狀態這樣呢? 沒有那麼清晰的 當你那麼清晰的時候呢 你就進不了狀態的了 哎呀 蒙蒙隆隆 好像我們睡覺 將睡還沒睡之前那種的狀態 那你自己會知道的 總之你記住 就不需要想著 哎呀 糟了 數到亂了 數到34還是44呢? 然後回頭去追 那你就沒有了那個效果了 嗯 那就對了 大家要清晰一些 就是這一種感覺 不是要不斷地去數 其實這種方法呢 其實是否正是適用於打坐 或正坐的時候呢? 會好一些啦 因為如果你清醒的時候 你正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這樣入這種狀態呢 就不知道你在做什麼的 很危險的 如果你讓你出街 搭車 過馬路的時候 那些千萬不要做 那些要保持我們那個清醒 因為我們練功呢 入一種狀態呢 就是朦朦朦朦朦 似有頑無這樣的 所以就安全一些啦 當然啦 都有觀眾呢 就來信就是問問題啦 就是說那種似有頑無的那種狀態呢 有時候就過了課 或者本身真的可能很累的 就打打下坐 睡著了 那怎麼辦呢? 可以怎麼做呢? 這個呢 就是不要想著打打下坐 睡著了就怎麼辦 就好像是很負面的 其實要恭喜他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你是真的放鬆了那個人 入到症 然後不過你睡了而已 那是好的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去睡睡這個睡眠質量 是好過你平時 就是有些人睡不著就僅僅睡了 這樣好很多的 那個進入心碎那個 就是容易一些的 那麼睡眠質素就會提升 那你睡醒之後呢 就特別精神 所以又不需要擔心 就死了 坐著睡了 那麼這個呢 這個呢 也都是一個 就是跟之前說的 很多事情想的 另外一個相反的方向來的 就是初初學習的朋友呢 都會有這些這樣的狀態 那麼就 就是 就是 有一個專有名詞的 正說那些 啊不斷很多事情想啊 靜不下來啊 那些叫做調舉啊 那麼現在這個呢 睡得著的呢 就簡單了 就叫分沉 那麼當然啦 我們打坐 不是要分沉的 但是我們 初初練習嘛 像你說的 很累的嘛 一天做完東西回家 能夠這樣坐在這裡 調整好自己的身體坐姿 調整好呼吸 然後呢 可以睡著呢 真是好事來的 不需要擔心一下 那麼又要睡著了 那時候就是初初呢 就是在床上打坐的 有些朋友就是 那時候坐到想睡就立刻睡了 那樣就不用煩了 不用回房了 這樣的 都有的 所以原來就不用擔心的 那當然啦 那就是 長期 我們都要克服了 這個分沉的那個狀態 那這個呢 就是用我們正說 那個數式的那個方法呢 就會容易一些 那就去 就是 令到自己 沒有 就是睡著了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所以就是 就是數一數一下 你數到睡著 也都無妨 那就是延遲了 不要一坐就睡了 那你就變成無效了 那就行了 不需要擔心的 不過作為一個 入門的初學者呢 我想我們首先要 接納了自己 是一定會 一開始打造 有無窮無盡的念頭 會飛來飛去啦 又或者是 好像各位觀眾所說 可能會太累了 睡著了 我們首先要接納這件事 不要覺得自己 哎呀我好失敗 我做不到打造就不做了 千萬不要這樣想啦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不如就準備 和大家又做這個 打造的小練習先啦 好了 我們大家一齊來 做一個靜坐的小練習 大家調好坐姿啦 啊 呼吸就心腸了 正常呼吸先啦 好 然後呢 我們慢慢呢 就眼觀鼻 被觀心 啊 閉上眼來視 啊 最後呢 心就觀丹田 那就是一路呢 就是落到丹田 啊 啊 記住丹田的位置呢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我們仍然維持著正常呼吸 但是呼吸要眉心腸 好 慢慢呢 我們神色的丹田呢 好像把鼻子放在丹田那樣 我們用丹田呼吸 我們用丹田呼吸 慢慢我們又想一下 無盡的星空 很寧靜的環境 接著又回到丹田 我們已經拿了宇宙的能量 放在丹田 去營養我們全身 好 慢慢一科一級 放鬆 全身呼吸自然心肠 我们又想一想无穷的宇宙 就在我们身边 无穷的能量 涌入我们的丹田 滋养我们的四肢白骸 好了,我们已经充满能量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慢慢从星空回来我们的身体 我们开始下班了 放松 慢慢张开眼睛 反回现实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师傅 师傅我有问题 是的,我们现在每一集的小练习都是三分钟 所以就比较简单 大家应该不会这么容易脚背 但是我们也开始讲过 其实我们一个循环 第一集的时候也讲过大概是20分钟 所以最好起码要带动力 是啊 所以最好起码要带动力 但是脚背怎么办 我可不可以移动 或者有时候会打着 那一下子会痕 不知道为什么会痕 是否会疼呢 其實你這些身體的反應是好事來的 有反應有沒有反應 你不要理會有什麼反應 第一時間就不用擔心 你癢癢癢痛 覺得害怕 你的意念就不要在那些位置 就先回到丹田 丹田的作用是不是很好呢? 有什麼不好的東西 你一想到丹田就鬆了 有些人害怕的 打一打就慘了 很害怕 打眼震 或者不知道怎樣 所以這個想丹田是一個好的抗拒 如果有斜的那些就抗了 是不是? 收到有能量就可以回到丹田 你說到腳臂 其實就是 就是初初學真的都有一段時間是要去忍受的 但是就是如果你想自己進步 又想時間長一些 坐得久一些 有一個小方法大家可以試一下 腳臂多數是 嚴重的多數是盤腿的朋友 那你就可以動的腳 譬如你左腿盤上 那你就移 把右腿盤上 就是一上一下可以吊的 反正你不舒服都還沒進到症的嘛 那你就吊一吊 那就可以令你又坐得久一些的 那這個是一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 那我坐在椅子上我也有腳臂了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知道要找回我們腳掌 有一個叫做湧泉穴 兩個腳掌都有的 那你的意念就是想著兩個湧泉穴 要想兩個的話 就是左腳右腳都要想的 然後就由丹田開始想 一想丹田 想丹田在丹田再想兩隻腳的湧泉穴 那這個過程就會將你的經脈 那些瘀塞嘛 就慢慢疏通一點 沒有那麼悲哀 未必完全解除到的 但起碼你就沒有那麼悲哀 那你又有信心一點再坐下去了 嗯 非常之好 這個解決這個腳臂的方法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的了 好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去上屍一下 最好最少都要打20分鐘左右 那今天就麻煩你唐師傅了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吧 拜拜 買回來 買回來 感谢观看